洛杉矶检察长最近追查假冒电器产品 并且提出民事诉讼 这个事件再次掀起了公众对于电器安全的关注 请看林大卫保险智库就这个话题为您分析 前一阵子我们在新闻上也得知 洛杉矶市的检察长追查假冒电器产品 并且提出民事诉讼 因为这些充电 他们卖这些充电器 表面上是挂了UAL的通过的标签 事实上它是不合格 而且能够造成火灾的产品 UAL是一家美国电器安全建议公司 而美国大多数的州都仰赖它的鉴定合格证书 才能让这些经销商合法地销售所有的电器产品 事实上电器缺陷在几年前就发生在我邻居 就是我隔壁的一个glage里面 它有一个extension 加上一个不太清楚的一个插座 半夜就发生了火 冒烟了 光是这个烟熏就造成了保险公司 大概35万美元的理赔 自他那房子也不是一个豪华巨宅 因为这三十几万是包括了三个月在外面吃住的所有的费用 以及消毒更换家中所有的电器设备 以及所有的家具 衣物 甚至连所有地面上的tile 木头 它都要更换 因为保险公司要确保因为烟熏过以后 居民住在里面 他将来的呼吸如果造成一些创害 也许可以反告保险公司 所以保险公司就做了一个完全的理赔了 所以我在这里利用这个例子 我就想到呼吁民众一下 第一个 不要去购买没有UL label的一些电器产品 第二个就是在睡觉以前 最好我们建议拔掉所有充电的手机 包括一些我们中国人有些曼谷 这些东西最好在半夜的时候 怎么样 把插头拔掉 再来就是注意房子电器的负荷量 因为一些老旧的房子 当时的房子因为老旧当时盖的时候 它本身的电容量是有限的 所以许多保险公司也有些规定 如果他发现屋主家中的电路系统 几十年都从来没有更换 仍然使用一些保险师 而不用新的叫circle breaker 保险公司只要知道 都会立刻送出拒绝续保的通知 不管是商业建筑也好 是个人住宅也好 由此可见一些电器的产品 对我们居住安全是多么的重要了 好 好 好